好 各位 现在我们已经组队成功了 我们还是几个名字吧 组队了吗 她是 她是这一队的 我属于你的 那边 我们取的是什么名字吗 黑猫队我们 我们是黑猫警长队 黑猫警长队 你们是黑猫队是吗 你们呢 老鼠队 他们叫爆表队 叫颜值爆表队 颜值爆表队 颜值爆表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 今天我想静静的挑战了 我想静静九宫阁对抗规则 所有挑战项目 分布在九个方格中 两队轮流挑选 和挑战九宫阁中的项目 挑战成功 该阁亮起本队颜色 挑战失败 则亮起对方队伍颜色 线连成三点一线的队伍获胜 全新挑战 马上开始 首先两位 颜值爆表队和飞猫队 石头剪刀部 赢个那队决定自己先挑战 还是对方先挑战 来 石头剪刀部 好 你们赢了 那个贝比 你们黑猫队决定是你们先来挑战 对方先来挑战 好 他们这样先看我们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怎么样 不是 对你们选吧 三秒之后我们来确定摁下一个 来 三 二 一 请选择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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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们选的这个 三十秒内打开一罐可乐 好 现在派出一位队员来参加我们颜值爆表队 果然他们是 No 真的吗 是吗 我想问一下 这个你们没有抖动吧 这个抖动和不抖动差很多 这可乐是真的假的 我能看一眼吗 真的啊 你不要摇 你不要摇 你不要让他摇 你不要让他摇 小明 是小明代言的那个可乐 我们只是把它包起 老师说小明出去 好 好吧 来 谢娜挑战开始 这很难呢 这是最难的一个 其实这是最难 因为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技巧 它就是要非常非常慢 非常急 一下会非常大声 比起平常的那姐已经很女人多了 那场还是爆了 好 颜值爆表 对 没有挑战成功 我们这一分 我们这一分 击给我们的黑猫队 好 黑猫队挑选 到你们了 我表示对我们的队 我感觉到很惭愧 没关系了 你说说看 因为这中间是很重要的 要连成线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惭愧 再说了 我这个又是最难的 所以我心里稍微好 是 你到底是什么心情 没关系吧 你过去了 心情很复杂是吧 好 我们黑猫队已经商量好了 但是如果再选 肯定还是我们会选中间的这个 三个小时之后 请确定你们的项目 来 三 二 一 一分钟内三人配合 用嘴雕吸管来传递一串钥匙 那个声超大的 这个是非常难 这是全场最难的一个挑战 你刚才也说了 那个开可乐最难吗 好 先我们三 先我们三 你个太高了 容易露 我们选了三个声道比较平均 那索尔先坐 杰杰你是怎么想的 要跟他们两个一起玩 穿钥匙 而且要站中间 送一下自己的祝福 这个项目会给你们一次的试验 尝试的机会 一次 来 五 哦 好了 报了 最后五秒的练习时间 你要反过来 你看 五 四 三 二 哦 对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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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准备了 准备 挑战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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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 都要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其实我不应该别人吃饭了 我心里开心 但是 忍不住的还 我也 我觉得 寶贝跟小明就很顺利啊 我要跟寶贝相处这么多年也会顺利 其实是有机会的 我感觉问题出在家家的 你别走啊 逗我 好了 好了 好 很棒 也许下次很棒了 好 我们要把这一分加给我们的颜值报表队 是我们的吗 有 这个我们